之前爆发的狂犬病疫情造成人心惶惶 而为了有效控制疫情 新北市政府推出了两项重点工作 第一个就是免费的为宠物来施打狂犬病疫苗 第二个就是为宠物来免费植入晶片 至于要到哪边才能够享受到这样免费的服务呢 只要您是涉及在新北市的四组 到贴有免费宠物站标章的动物医院 就可以来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跟植入晶片 日前发生的狂犬病疫情造成人心惶惶 为有效的控制疫情扩散 新北市推动两项重点工作 一是犬猫都可以免费施打疫苗 包括流浪犬猫或家中宠物 另外也提供宠物免费植入晶片 不仅可以方便管理 也可以恶阻不当弃养情况 同时为了掌握宠物疫苗施打情形 市府制作了锦牌 只要施打过疫苗的宠物都会发一个锦牌挂在宠物脖子上 以便日后稽查时可以清楚了解 该宠物是否施打过狂犬病疫苗 今年已经带家中宠物去施打狂犬病疫苗的民众 那尚未领到102年锦牌的一些家中宠物 那自即日起 可以到林口区公所这边服务台 那只要攜带你的狂犬病 动物的疫苗注射证明的第三连 就是你的旭族的存根连 那带到我们公所来 那这个部分公所就会发一个102年黄色的锦牌 给各位民众家中的一个宠物来攜带 那这个数量总共有200份 那希望民众这边或者是礼拜工处这边来宣导 民众这边没有领到的都可以尽速到公所来领取 有部分民众攜带宠物施打疫苗时尚未领取到警牌 公所表示 四组可攜带动物狂犬病预防证明书的第三连 处主纯根连到公所一楼换发邻去 如果家中宠物还未施打疫苗的一个民众 那可以攜带家中一个宠物到林口区 这边有6家的动物医院 到今年年底都是可以施打一个免费的疫苗跟植入晶片 那相关的一些那个动物医院的电话或者是网址 都可以上动保处或公所的网站 来来那个了解或询问 那相关的防疫资讯 也可以打那个新北市政府的那个防疫专线 29591751 29591751 来做相关的询问跟了解 公所再次呼吁为方便市族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 市府与受益师工会及全市私立动物医院等机构达成协议 及其全面免费为市民的宠物施打 预防注射及植入晶片 只要涉及在新北市的市主到贴有免费宠物登记站标章的场所 就可以免费施打市府并鼓励四主同时为宠物免费晶片植入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